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美国的教育部也在日前宣布要免除20万8千多名的学生 他们价值达39亿美元的学生贷款的债务 因为这些贷款人也被一家在此之前颇受欢迎的盈利性机构所欺骗的 根据在现在媒体的报道 符合免除贷款债务的条件显示 所有在2005年1月1号到2016年9月期间 参加了现在已经被叫停的ITT技术学院 ITT Technical Institute的学生 包括这些他们没有提交借款人辩护申诉的学生 他们的贷款将会被100%的取消 符合救助条件的借款人将不会需要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来获得他的资金 美国的教育部长在声明中说 这是停止让学生借款人承担ITT多年的谎言和虚假承诺 那么在2018年ITT的前首席执行长莫达尼和前首席财务官 就是Fizz Patrick分别同意支付20万美元和10万美金 作为与证券交易委员会SAC的和解的一部分 他们被指控欺骗投资者 不过两个人都不承认他们自己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另外在美国的天气炎热 干旱干旱就像今天我们说有70%要下雨 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下下来 而且下多一点像久一点 不是只有今天能够一直下每天都下每天都下 但是很难讲不知道我们都说不知道 这雨会下多久下在哪里 现在美国已经在干旱方面不容忽视日益严重的干旱 威胁着电力方面的供应 也由于干旱和水的过度使用 美国大片地区的水位因此暴跌 在今年创纪录的炎热夏季将电网推到了承受能力的边缘了 已经导致电力需求往上飞升 发电需要大量的水 不仅仅是水电大坝 水对于冷却发电厂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尤其是在现在创纪录的热浪期间 在美国大约40%的取水量都是由地下水 或者地表水源中所提取的水来用于能源生产 其中大部分用于冷却这些发电厂 而反过来它还是需要能源来提取进化和输送水 所以是一个circle 这个供需供需 这个相互是牵连在一块的 而美国现在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峻 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大的一个危险 就是已经威胁到在我们的电力方面 在美国的电力供应的情形了 好接着在其他方面的新闻 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 在他的亚洲行顺道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在台湾周围就举行了军演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因此再度陷入紧张 美国驻中国使领馆也在昨天连着发文抨击 中国企图改变两岸现状 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在推特上 把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的英文推文翻译成中文 而且加以转推 那么在这一个推文当中呢 则是在抨击中国 以这样子的方式企图改变两岸现有的情况 接着我们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 则在昨天说 有关联邦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在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事件 如果他要是接到了特别委员会的邀请 他是会考虑出席作证的 彭斯的助理是在几个月前告诉了调查委员会 前总统川普向当时担任副总统的彭斯施加过压力 要求他推翻2020年川普败选的结果 而在隔年1月6号 彭斯和议员们在国会确认拜登当选总统结果 当天就发生了川普的粉丝们攻占国会大厦的暴动事件 前副总统彭斯就曾经说 他认为川普误以为副总统有权推翻大选的结果 接着我们也看到 我们看到这是反川普的共和党籍的议员 这是众议员利兹钱尼 在初选当中已经败选了 除了可以看到就是川普在为他再度出马 再度站上政治舞台铺路 而且看到了些许的成果了 那么利兹钱尼他也表示 在未来几个月内 在他现在在共和党的初选他落败之后 他会在几个月内决定 他是否在接下来他要参选总统 昨天他在共和党党内 怀俄明州众议员的初选 败给了川普力挺的参选人哈奇曼 也被视为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一大胜利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里看到的这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就在昨天公开初步估计的数字 表示全美国在今年的头三个月的交通事故丧生的人数 增加了大约7% 来到9560人 也是2002年以来首计最多的人数 防疫封锁的措施终止之后 车祸致死的这一个人数数量也开始往上增加 因为驾驶人这个时候会有不安全驾驶行为 在2022年头三个月的车祸致死人数 比2020年同济大约增加了21% 或许是刚刚放出龙子的鸟 就是正翅高飞 而且还乱飞 到处飞 所以呢 在交通的意外事故 也就因为这样子的情形下面越来越多 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小心啊 加时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好另外呢 地方线的报道 看到洛杉矶有一家脱衣舞店的舞者 昨天就跨出了加入工会的第一部 他们也是美国最新一批 争取集体谈判权的劳工 Star Garden Topless 这个这一个bar 他的舞者是向联邦政府 递出了相关的请愿书 那么演员平权协会 已经在美国各地代表 五万一千多名表演者和舞台总监 其中许多人在洛杉矶或者周边地区工作 现在呢 在脱衣舞者 现在也在争取加入相关的工会 另外在纽约方面呢 纽约市政府为了安置来自美国南边边境的 无证移民 正在紧急的寻找五千间的旅馆客房 在现在媒体说呢 这五千间客房是属于紧急状态采购 没有采购的价格 而且还是之前预计中的六百套房间之外 新增的数量 这些移民拥入几乎瘫痪了纽约市的游民庇护所系统 也让安置单位不得不寻求更多的住房 好的 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下边我们的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一块继续关心 首先看到德国方面的消息 德国的政府官员说 有计划要延后关闭它境内最后三座核电厂 一边俄罗斯天然气在限供之后 或者停供之后 还可以应对在今年冬天可能会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 而在德国的民调则显示 四分之三的德国民众是支持让这三座核电厂 就是拖延往后多延一些时间再退役 在德国总理肖兹政府还没有正式的采纳 就是往后多延一些核电厂的退役的决定 相关的决策也很可能需要经过国会方面的表决 三位德国的政府高层透露 部分的细节目前还在研议当中 另外欧洲连月的干旱已经造成河川水位往下降 冲击德国经济命脉莱因河的船运 业者也提出了警告 枯水现象如果没有得到改善 就会冲击生产还有能源的供应 在德国工业联盟的副执行长说 在目前货船即使能够航行 它的装载量也要往下降降到最低了 因为要是满载的话 这个船太重了 水位不够深 那么一定扶不起来行驶不了 到时候就沉到底了 所以在现在 因为COVID疫情还有缺人的因素 铁路货运也难以取代 现在的船运 业者也要准备面对 可能要进入的最糟的状况 至于在亚洲方面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预定9月要到美国访问 但是同时他还是仍然要努力维持和中国的关系 小马可士在接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西莲的时候 他表示 期待进一步强化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 要造福两国人民 他表示欢迎黄新莲 他礼节性的拜访 而黄新莲也在脸书之后表示 荣幸能够礼节性拜访小马可士 接着在国际方面其他的新闻 看到挪威的中央银行 在今天一如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 决议调高他的基准利率两码 在挪威的央行还表示 由于通货膨胀的增幅超乎了预估 9月份可能会再度升息 而这个在挪威央行往上升息两码 加纳的通货膨胀是创下了19年来的新高 这个非洲国家的中央银行 也在昨天召开紧急会议 处理经济迅速恶化的问题 也因此要把主要利率一口气调整 不是两码而是12码 达到300个基点 到22%也创下历来最大的升幅 接着再看Microsoft的共同创办人Bill Gates 在今天他造访日本的外务省 日本方面政府则肯定Bill Gates 对开发中国家改善公共卫生的贡献 日本外向林芳正也特别颁发了 日大首张证书以及勋章 现年66岁的Bill Gates 在今天访问日本的外务省 会晤外向林芳正 从林芳正手中接获了 续日大首张证书和勋章 日本政府也肯定Bill Gates 借由慈善团体Bill G. Melinda Gate Gates的基金会 对开发中国家公共卫生的改善 所做出的贡献 好 接着我们很快地看一下猴豆 猴豆现在看起来 已经不再是局限于 老早就不是局限于 在西非的地方性的一个传染病 现在因为Global的全球的通行如此方便 现在已经变成了传染到非洲以外的地方 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欧洲 那么世卫组织就在昨天说 在Monkeypox疫情通报人传狗的第一个例子出来之后 世卫现在呼吁在Monkeypox猴豆的患者 应该和他们自家养的宠物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接触了 世卫猴豆专家表示 这是经过通报的人传动物的第一例 此外他也表示排泄物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为了要降低风险 避免感染住家外的其他的 这种像是鼠类的动物会被感染 而在巴西方面 猴豆的病例增加的趋势 则是让大家担忧 世卫组织呼吁巴西政府 要紧速的向民众宣导感染猴豆的风险 巴西在确诊猴豆病例数的国家中排名第五 国际卫生机构则对这个趋势感到担心了 而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 他也表示 伊索皮亚的危机没有人在关心 也许肤色是主要的原因 世卫组织在昨天把伊索皮亚泰格瑞省的人祸称为 地球上最严重的灾难 抨击全球领袖忽视了这场人道危机 家乡就在泰格瑞省的谭德塞说 这是严重的人道危机 因为种族歧视国际社会对当地的注意 竟不如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再一同关心两岸方面的报道 第一个看到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说 美国的晶片法案 对于美国本土晶片产业提供的是 巨额补贴和税收的优惠 这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 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中国正常的经贸与投资 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 是在今天在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表示 另外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的台湾行之后 中国也宣布了八项反制美国方面的措施 包括暂停美国和中国的气候变迁的对话 美国总统拜登也签署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对抗气候变迁一事 再度使得双方的外交官在社群展开了舌战了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则在昨天表示的是说 可以确信美国社会旅行自己的承诺 也呼吁中国恢复气候的对话 同时强调美国准备好了 另外在中国和日本两国日前在天津 举行了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他提及的是台湾议题时则说 这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以及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那么杨洁篪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两国间基本信义 而日本方面应该着眼 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 奉行积极务实理性对华政策 增进政治的互信 摒弃零和思维 脱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 更加成熟稳定和健康强忍 好接着我们也看到 这个我们晓得现在 全球不光只是一个地方 而是全球现在温度都是高温 而且感觉上 旱向是越来越严重 不光是欧洲还有美国 在中国也是一样 在现在中国因为多地 近日缺水又缺电 双缺的情形下面 影响了民生工业的背后 就这个极端天气 惹出来的祸事 而且还碰到了60年一遇的高温 雨量稀少电力负荷过大 这三大因素影响下 连第一水电大省四川 现在也陷入了停工和限电的一个窘境了 而受到了持续的高温缺雨的影响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波阳湖也大缩水 水体面积现在只剩下803平方公里 比风水期大减了3000平方公里 创下1951年有记录以来 最早进入枯水期的记录 那么在媒体方面形容 波阳湖现在已经不叫湖了 瘦身成河了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多地限电又限产之际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就在昨天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调研 并且还主持召开了座谈会 他要求进一步做好 能源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韩正说 今年以来 各类电力装机应发紧发 电煤供给和库存充足 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稳价形式 总体是平稳的 而中国能源大省四川 因为在近日限电又停产 已经导致在上海汽车制造业 面临的是零组件 现在短缺 上海市京信委 在日前也向四川省京信厅发函 商情后者也就是四川 要支持就是汽车产业重点企业的电力保障 减少在白天的限电时间 那么谈到了这个限电 限电影响到民生 影响到这个商业 而四川方面 我们也看到成都 现在也因为能源大省四川供电吃紧 省会成都市也在昨天就开始大规模的限电 有很多的商场办公楼都停工冷气 官方则倡导的是 在家里边办公 地铁机场都要配合的一块限电 甚至多个充电装企业都被停电了 电动车现在没有电 可以充了 电动车就停摆了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在现在中国的经济 为了挽救四月以来 全面以及局部封城受到重创的经济 上海市就在昨天发布了 总规模达人民币10亿元的电子消费券 8月下旬到11月下旬 要分三波来发放 是可以供网购 还有实体消费的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救经济 来促消费 而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两岸方面 在中国的军队围台演习之后 中国大陆方面也在河南举行了2022年 两岸关系研讨会 大约有130人参加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他以视讯致辞 而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中的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 同样的也透过视讯参与这个研讨会 接着我们看到澳门 澳门当局在今天起取消了要求入境者出示 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的防疫规定 澳门当局在昨天公布 现在今天起 不论是外国香港或台湾搭乘交通工具 前往澳门的人士 都不必再出示相关的疫苗接种证明了 好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到这是香港啊 香港犯民主派两年前发起的初选案 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 案件在今天在法院再次的进行聆讯 根据报道47名被告当中29人认罪 包括了前仲治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在内 好 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您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在我们下边中国新闻之后呢 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将接报 继续为您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台美共同宣布启动 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 政务委员邓正中 今天在行政院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9月就能够在台湾举行实体会议 但仍然需要和美方确认开会的时间跟地点 邓正中表示 21世纪贸易倡议 共有11项议题 其中贸易辩解化 中小企业等可能会在首次的会议上展开讨论 反贪腐也是一个好的候选题目 邓正中表示 台美企图心都很高 谈判完成的议题会个别签署协议 或者包裹签署 尚未定案 邓正中说 优先的项目 像是贸易变结化 像是中小企业 这些都是应该也很重要 刚才也提到 这个像贸易变结化 都可以帮助我们农产品的进口通关 文件审查 中小企业那当然更重要 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给中小企业更多的帮忙 所以这些都是很理想的优先处理的项目 邓正中表示 启动贸易谈判对台湾有很多好处 包括第一深化台美经贸体系 当美方行政部门获得授权可以谈关税时 台湾已经就签署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好了准备 第二就是提升台湾的经济层次 吸引更多的外资美资和技术到台湾来 第三增加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的机会 台美双方在今年6月1号启动21世纪的贸易倡议 行政院办公室今天表示 台美同意正式启动台美贸易协商谈判 行政院长苏登昌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表示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谈判 象征台美贸易有突破性的发展 有助于台湾推动加入CPTPP 扩展国际空间 对抗来自第三方的经济胁迫 政务委员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转述说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双边谈判 这象征台美经贸关系有突破性的发展 将进一步提升台湾经济的层次 增加国际投资台湾的信心 让台湾有更多的机会吸引美国甚至全球的资金跟技术 相关谈判的内容 也展现我们对环境保护及劳工权益的重视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推动加入CPTPP 扩展国际空间 也更将借由台美双方透过共同经济合作 来对抗可能来自第三方的经济胁迫 中共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演习 行政院长苏仁昌今天在行政院院会也表示 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 感谢国防部长邱国正率领国军抵御外部的侵扰 保卫家园 苏仁昌表示 中国的武力威吓行为引发国际关注 各国媒体纷纷专访台湾驻外代表 他指出 包括驻美代表萧美琴 驻发代表吴志忠和驻德代表谢志伟 都用流利的外语说明了台湾的处境 苏仁昌还表示 萧美琴密集接受了五家媒体专访 内容的惊要所用的例子也浅显易懂 政务委员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转述说 所讲的内容也都非常的惊要 所举的例子也让美国的民众一看一听就懂 比如说他讲到中国军演在台湾周边骚扰 中国还讲一堆的歪理 就像你的孩子到学校面临霸凌 你会叫你的孩子不要去上学 还是你会为孩子挺身 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贴切 而且是一听就懂 蔡英文总统今天出席一场ESG 永续倡议行动记者会时指出 政府今年已经提出净零排放路径图 同时也持续的引导产业 迈向低碳转型 像是今年起申请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必须提出减排规划 明年起逐步要求上市柜公司 揭露温室气体盘查资讯等 总统也提到随着技术的成熟 未来包括除能 智慧电网等商机可齐 而且消费端也会带动低碳产品 及服务的市场商机显见 总统说 今年起地坚申请投资台湾三大方案的厂商 必须要在计划书中纳入减排的规划 从明年开始 金管会将会逐步要求 企业揭露温室气体盘查资讯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2027年以前 全体的上市柜公司都要完成温室气体的盘查 距离年底地方选举的投票进入倒数100天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天宣布 要以一个决心两个愿景三大团队四大策略推动都更 紧速地排除危险住宅 并让台北换新 陈时中说 在案件还没送进来之前 大家知道送进来一旦走行政的流程 公文的往返 就会耗费很多的时间 一旦需要补件修理案件的时候 那相对时间拉长 那这个预审的制度 让专业先在前端作为协助 然后把它弄得差不多了 案件差不多了 经过专业的看法 然后再送进来 那这样效率又会再提升 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则宣布 启动万安座会行台北百面营 要走遍台北十二个行政区 蒋万安说 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宣布 万安座会行台北百名 行脚走遍台北市深入行政 十二个行政区的活动正式启动 就是希望透过近距的接触 能够实际了解大家的心声 同时也了解台北市各区 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受访时 则被问到对陈时中 都更政见的看法 他强调民众在意的是 能给多少容积 能否换回希望的评数 若民众不来申请 或申请了无法核定 也只是画大饼而已 黄珊珊说 每一个房子都是每一个民众 他的一辈子的资产 这件事情是要说服他能够加入 然后让他觉得安心 这件事情只是跟他说 你有什么法规 我可以帮你合体来得更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用公办都更 要有都更工作站 一站一站派人进去 一个一个去说服 都更是人 不是房子而已 台湾社会高度关注 国人受骗到柬埔寨的问题 政务委员 行政院发言人 罗炳成今天表示 经过4679户的家户访查 加上这段时间已经立案的案子 共有373人 因柬埔寨诈骗案件的受害者 其中40人已经返国 还有333人等待营救 罗炳成强调政府会穷尽一切的方法 援救受害的国人 罗炳成说 那原来的200多案的报案 刚刚我有说明 从3月到现在为止 7月的数量变多以后 这200多案再加 这一次加户访查 4679人中的立案报案的144人 这个总数是373人 而现在的掌握是绝大部分 几乎99% 都是电信诈骑的原因 那我特别强调 这些是从我们各方所得到资源 已经确定这个是谁 那有这样被害的刑警的可能性 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人类学者刘少华 与静好听共同制作的Podcast节目 人类学家的眼睛 近日正式开播 借由刘少华 深入海洛因与艾滋病蔓延的 偏远山区四川梁山的调查 见证分享 希望带给更多人反思 刘少华受访表示 尽管十多年来过去了 但当时根据研究调查 所做出的发展推论 如今回头一看 以印证 他也认为四川梁山 虽然看似距离台湾很遥远 但是从人类变迁发展来看 仍然值得借鉴于反思 毕竟人类一直都在犯同样的错误 刘少华说 其实我自己后来都觉得 在录这个podcast的过程 我都觉得一方面可以说很珍贵 但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说 当你是真的是亲身经历的 去见证一段 目前的结局 如果它暂时称之为结局的话 目前的结局 并不是那么美好的一段历史 那个其实也不是一件太令人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能够见证这段历史 然后并把它记录下来 现在又可以透过声音节目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我会觉得能够尽一点力 所以还是会让我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安慰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